立法会昨天再次在大会里面辩论平反六四的议案 有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表达意见 也都有人选择不出声,做自己事 读文件,甚至看电影都有 不过去到投票的时候 文件联的叶国谦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有听众在今早早打电话去电台节目那里 认为叶国谦这样做有侮辱市民的意思 究竟叶国谦先生的这个动作代表些什么呢 同一个动议 同样没有政府官员出席 亲建制议员同样保持沉默,甚至离职 六四二周年前夕,泛民议员始终如一 昨天再度提出平反八九民怀的动议 为当年的死难者讨回公道 主席我不想到 今天的投票结果是已经可以预见的了 但是我想告诉香港人听 今天弃权或者反对的议员 他们弃权是对民主法治弃权 是对良知弃权 虽然明知议案在分组点票机制下 没有可能获得通过 已经退出议员行列的李柱明 昨天仍然赶来立法会旁听 我觉得应该继续执着 不可以让人当我们香港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周 二十年前,获百万香港人 不论左、中、右 为之前内地的民主爱国运动 摄获上街 甚至在百户风球之下游行 八九民运燃起香港人的良知 一度凝聚起香港人的民主力量 一个民主生 第一次大游行之后 开两局非官首议员的会 当时邓廉如是他主席 说香港会不会再次一样 中国会不会再次一样 其实当时我可以说 香港的社会是一致 没有分歧的 左、中、右、一齐游行 我还记得譚如宗来 在我旁边 八九民运令香港人加倍争取回归后 实行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推动当时行政立法两局 加快民主步伐 达成了03年推行双普选的共识 可惜回归后的立法会 政党立场越见其次分明 无论在民主步伐的追求 还是平反六四的取态上 昔日的伙伴已经越走越远 对于昨晚在北京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是表示强烈谴责北京当局 是血声镇压北京学生群众 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定性功过 即使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 仍然是会争论不休并无定论 我们都是不评论的 多谢你的访问 多谢你 民建联一句都没有说到 工联会一句都没有说到 我刚才出到去 我想一下 怎么去回应你们的沉默 然后看到什么呢 主席 我看到你们在看电视 九三姜丝先生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零九姜丝先生 就是他们了 行尸走肉 不够胆 说出自己的想法 李卓人在八九民运期间 带着香港人的捐款到北京 支援学运而被扣留 最后要签费过书才可以获释返港 但是今时今日就被曲解为给钱学生 因而导致文文变质 在那个气氛恐惧之下 我是要做一些 就是要违反自己良知的事 更加觉得我是有责任 继续为这个运动去做事 六四二十年后 有年轻一代提出要抛开历史包袱向前看 特首在达文大会上面 亦都多番强调 今日国家发展有多方面成就 经济发展是不是可以完全掩盖历史的伤痕 大家只要遗忘 或者不去讲就没有发生过 中国人香港工人不是吃不是猪来的 不是只会吃饭的 我们有灵魂我们有良知 让香港做中国的良心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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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